朋友的意见提出一些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话可能是很难简单的话 中方或者东方 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说法 中方代表一致认为 或者是欧方代表一致认为 或者说中方代表之一中方代表 欧方代表之一中方代表 我觉得其实就并不见得那么简单 不管是欧方还是东方 很可能本身内部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有性能 我是参加了在罗法的两天的城市居民组织的草藤会 这个草藤会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草藤会上绝大部分欧方的同仁 我这里只是讲绝大部分了 你老板就已经讲了 欧方从人都在那里表示他们如何如何成功 也达退了国际资本的进攻 然后中方代表相当多的 都在那个大盘那个产权和市场规则的如何如何的忠效 这个事情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这个所谓中方和欧方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是吧 呃我们还听到 刚才和刚才先生也讲啊 是吧 说东欧搞这个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 是吧 可是我们呢 1997年我看到过中共中央中联部长驻波兰的资深研究员郭曾铭先生的一篇文章 是吧 他强烈的谴责了波兰那个改革以后制定的那个劳工法 是吧 他认为这个劳工法前 这是莫名其妙一屁股站在好风的立场上 一点的不劳之两立 是吧 搞得这些人都不敢投资了 他认为这个是这个波兰经济搞得不好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吧 那么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很有意思 可是这个这个这个这篇文章我还没有印象还没有消除 是吧 我又听到了那个那个前任波兰总统瓦文莎的一番话 是吧 因为波兰要求加入欧盟的时候 是吧 在欧盟给他挤出了很多福利门槛 是吧 劳工权利门槛 是吧 于是这个瓦文莎就发了个手 是吧 他说我们刚从你们那里得到 说共产主义如何如何是不行的 是吧 他说我们怎么发现你们定我们要共产主义的多呢 是吧 在那整天像我们讲了 劳工 劳工权利 如何如何重要 是吧 福利如何如何这个门槛 必须要多高多高 是吧 其实 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头啊 实际上就说明了一个一个道理 是吧 我们不管是对中方也好 对中方 欧方也好 对中方也好 乃至别的方也好 是吧 我们看法会好交付 是吧 呃刚才啊 这个许基林先生 呃也提到 说我们中国啊 北京这些年呢 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多 但是接受欧洲文化的影响 呃 比较少 呃 我觉得啊 如果仅仅是指英语文化的话 的确是这样 是吧 呃 但是这个英语文化 是不是能够理解的 美国文化本身就是这个疑问 因为 这个英国大家知道 那就是 不仅这个欧洲国家 而且是欧洲文化 是吧 呃 但是我这里就要讲 即使是这些美国的作品 呃 当然我这里要讲 呃 事实求是的讲 呃 这二十多年来 经济学界来讲 我们呃 从英语作品中 呃 呃 中国人受到的 影响最大的 基本上是 那个 自由主义经济学 或者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做出这个影响最大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 一旦业主经济学的 比较大 是吧 我们在座的工作同仁都知道 这个 呃 这个这个 美国人对中国 是吧 这些年来影响最大的 都是些什么人呢 是吧 包括Jonesby 是吧 包括Wolstam 是吧 包括Johnson 包括苏珊 是吧 包括Sight 是吧 那么这些人 如果说 他们所谈过的理念 是美国文化 那么被他们骂在口血淋头的故事中 我们的文化 就代表谁的文化了 是吧 是吧 难道是代表欧盾文化吗 或者是代表中国文化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是吧 这个问题啊 很可能要比这个东西 处杂的多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这个 呃 这个会议啊 最有价值的东西啊 恐怕不在于 我们通过这个对话 能够给出一个什么 呃 一个一个什么固定的答案 或者说 我们最终豁然开了 找出了一条什么什么大路 是吧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认识到 人是各种各样的 而各种各样的人之间进行对话 多么的重要 是吧 不仅中国人和欧洲人进行对话 是多么的重要 中国人之间和欧洲人之间的对话 更为重要 是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论坛啊 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 像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 尚且需要进行发达的 是吧 这个多层次的 是吧 经常的深入的对话 我们中国人之间 是吧 我们欧洲人之间 是吧 恐怕就更加需要这样的 对话 是吧 如果有助于对话 如果有助于对话 是吧 有助于 啊 读信欧洲人内部 尤其是 当然我感觉是中国人啊 是吧 尤其是中国人内部的 是吧 这种 啊 多元的对话 是吧 我觉得啊 这个 我们这个论坛啊 要真是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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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